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乐高于2007年推出的一款稀有的乐高创意百变系列 66208马格瑞姆的神奇玩具店 那这一盒马格瑞姆的神奇玩具店呢 跟其他的乐高创意百变系列可能有些不一样 大家常见的乐高创意百变系列都是一盒 可以拆掉再搭成其他的模式 一般最少可以打三个 而这一盒马格瑞姆的神奇玩具店呢 它里边是包含有九个模型 但是它九个模型每一个都是单独的拼气包 来我们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边是拥有这九个模型 似乎看上去每一个都是平淡无奇的拼气包 对你没有想错 至少我们从盒子上面来看 这一盒里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的价值可能只是在于 它是那一款并不怎么出名的电影的同名周边 我们把它再翻过来 你可以看到当年百变创意系列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坏雪一直觉得就十年 甚至于十多年前的创意百变系列的套装 都是非常棒的套装 远远比现在创意百变的套装来的更好玩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他这里推荐的四三四九 三种车的形态 这个呢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 但是你看旁边一个四二五七 就直接是大的摩天轮 而这一个呢四九五八 你看到没 直接是一个大恐龙 而且这个恐龙还是可以装电机 让他电动在那边冻起来的 怎么样 现在装电机能够冻起来的创意百变产品 已经是绝技了吧 对于这样一款产品 它最大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不开 只是保证它完整 卖一个稀有度 但是在坏雪的乐高仓库 怎么可能不开呢 来我们一起打开它 哎呀 这个盒子 我翻了半天 没有找到开口的地方 一般开口的地方 应该会有胶粘着嘛 这里明显是脱胶脱开的 看来我们只能直白一点 用比较粗鲁的方式来开了 来吧 好了 那你看到拆开来之后呢 里边真的就是九包创意百变的拼器包 那这九包创意百变的拼器包 似乎看上去平平无奇 没什么特别 其实这九包创意百变的拼器包呢 都是比较珍惜的拼器包 比如说像这一包7602 那这一包7602呢 当时只在澳大利亚的克尔斯超市里面 作为赠品可以得到 那其他的渠道是没有派送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想要得到他最直观的方式 就是买一盒66208 然后其他的这些拼器包呢 也是基本上一样的性质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稀有的 而且这些老的创意拼器包呢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包的零件数 都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他每一包里面都提供了两种拼搭方式 好吧 打脸了 这一包只提供了一种 来你看 这个也是提供了两种 这个也是提供了两种 好像 对 那这78开头的都只提供一种拼搭方式 而这五包76开头的呢 都是提供了两种拼搭方式 来我们把他的标准模式拼出来 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 还有像这艘船也是 你看这里全部都裂开了已经 这个年代太久远了 好了那这个裂开的零件 我们先放到一边 你看到没 这九个小家伙的造型 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你看像这里呢 还有个小小的可爱的三角龙 这个脚特别的大 这九个小模型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今天我们662018 马克瑞姆的玩具店的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外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